中国黑龙江省赫岗新安煤矿 20号晚间8点半左右 发生液态二氧化碳泄斗事故 造成5名矿工遇难 另有受困4人被救出 详细事故原因还有待调查 有网友说这样的是不是血煤 要求严查事故原因 收暖冬和今年初夏持续强降与影响 作为中国第一和第二大荔枝产区的 广东和广西产量遭受重创 专家预计今年两广荔枝都减产约50% 全国荔枝将减产45% 广东广农表示 今年的产量可能只有去年的两成 价格暴涨再次成为网络热门话题 价格涨和利润下滑的冲击下 一些中国电动车制造商 需要比前几年更长的时间 节清应付账款 制造商延长付款 开始给汽车零件供应商带来冲击 导致供应链中的弱者面临倒闭风险 中国又一个豆腐渣工程曝光 四川西昌市一个小区楼房 刚刚叫屋半年 412户中就有353户投诉 出现总计1798条裂缝 消息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榜 中共地方当局宣称 不影响主体安全 遭网友痛逼不负责任 难道要垮他才算有问题 西唐人 雅力电视 整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nk Samuudi 雪